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机率入门特别导读的第二部分 那关于在第七章的7.3的这部分呢 因为这个Gemobi电子书在这个机率分布入门这边呢 他是设定同学先有一些基本的机率学的观念的 所以他在很多内容是有审对于说之前机率论可能学的不是很扎实的同学来说会比较困难一些 所以在这里我是建议同学呢可以利用Sign Theory这个网站去做复习或是再次的学习 那我推荐如果同学要去聊要去理解7.3之后的部分之电子书Gemobi电子书7.3之后的部分呢 建议你们要先从Sign Theory的这几个部分来做重新的学习 第一个部分是Basic Probability的这三个单元 在前一个单元我已经有示范过了关于这个期望值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两个部分呢相信如果你能够再从那里聊 再从前一个部分这里可以理解 深刻理解期望值的意义 那相信这个部分对各位同学的学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第二部分呢是也是其实也是在高中数学谈到基地理论的时候都会提到的集合论以及排列组合 那这两个单元相信对大部分的同学来来说应该是不是有太多困难 那如果有困大家呢可以配合这个互动式的内容以及维基百科再去做一些重新的学习 那比较要注意的是第二章的这个单元就是条件几率 那这个条件几率呢它的这个也是一个互动图 让大家去认识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算的是条件几率 那这个条件几率要务必请同学呢再次去加深你的对他的理解 因为在之后的特别是推论统计之中各种推论统计方法 其实所要去计算的都是条件几率 那最后呢关于在这个第三部分呢这里有谈到一个几率一个最基本的几率分布 那我是建议同学呢就要从第三章的首先第一个单元随机变数来去学习 那在这里呢我在录影前就已经有设定好这个互动式业命 因为我是特别用7.2表这样的一个他在这里原作者所展示的一个几率分布呢制造出一个随机变数 那这里我也是要提醒同学其实几率分 那你在这里所提醒在统计的场域只要是谈到是某一种几率分布 那其实他都是一种随机变数 那这个随机变数呢是之后各种统计方法最重要的一个数学基础来源 不过呢各位可以不用去懂那个比较深厚的数理模型 你只要有一个基本的知道任何的变相在做分析的时候 其实都是当成一个随机变数来去处理就可以了 好那希望这段导读示范对于各位同学学习有帮助